大家好,我是西游苏州五少女 没有经浪秀时跟用COVID-19感染染染染染染 民众的当时有榜有争点这些学活通路来买 买的时候要注意外国的风雨传案 在准理好和好期 要真正看过刷明书想手洗清洗剂才来进行棺材 菜减后中使用过那些菜减地与刷这些用塑膏的味方保护 店主价里亚时减地亚时 菜减结果若准是用心 下连路在地卫生区亚时侯一举二 其他民众塑膏若准是用心 请不要去座台中文书 乖进去社区菜减意识减严 并且带塑膏味方好色菜减器材 让意识领完 菜减结果若准是阴性 塑膏味方好色菜减器材 动作一般本所处理 并且尊手放他规定 继续塑膏健康管理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天风 大家周末愉快 其实你长期收看我节目的 我都一直讲在前面 这一波主要的下敌 你们都很清楚 心里面 心里面的因素 我坦白讲 外资呢 他的心理素质真的 太差了 你们今天好好仔细的 把今天我的节目 你仔细的去看 你就会晓得 其实 当一个市场 你卖过头以后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你当然会跟我讲 最近全世界的下跌 如果我们撇开 我们台湾先不要讲 就是疫情 当然跟物恶危机有关 跟缩表有关 那我要问各位一下 这物恶危机 会影响全球经济 是持续的 还是持战时性的 这你第一个要想 第二 他现在 美国他现在 等于说 他要把资金收回来 缩表 把资金收回来 所以利息开始提高 那因为他抑制通货膨胀 那我问各位 那全球的经济 是不是开始要走下坡 就算全球经济 现在开始走下坡 那全世界的资金 是不是到处还是流窜 我跟你讲 商人就是这样 哪里有活水 哪里有机会 他就 钱就会往那里走 你有看过说 一个市场 它明明是蓬勃的发展 跟全世界比 是number one的 结果你还不断的 要从number one 这里把钱移出去 你觉得合理吗 这就是我接下来 跟各位讲 我先给各位看 我这几天看到这个财讯的 谢社长他 他依照去年的统计数据 有写了一篇 我觉得值得我们在今天周末 大家来省思这个问题 他在前两天他有讲 他说以去年上市贵公司 公布前一年 就是去年的业绩 全体上市贵公司的净利 总共是4.298兆 这个4.298兆 你基本上 你这个如果四舍五路 已经接近4.3兆了 这个数字 其实当时整个法人圈预估 保守是4.2兆 乐观是4.3兆 那我问你4.298 是不是已经达到高标了 这高标有多高 各位你知道吗 台湾在2019年之前 全体上市贵企业经理 从未超过两兆 2020年的时候 2.4兆已经是史上最佳成绩了 去年的4.298兆 比前一年的2.46兆 成长了74% 你各位观众们 你认为全世界的经济体 有哪一个成长的幅度有那么大 去年台湾成长了74.72% 这是去年全球盈余增长最大的市场 今年光是配发的股力 就超过2.7兆 那我问各位 美国十年期的殖利率2.5% 那台股今年殖利率4.5% 是全球市场回报率最大的市场 OK 你把这个看完以后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么好的一个市场 严格说起来 去年的获利4.298兆 等于是2020年加 2021年两年的总和加起来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去年台湾真的表现得太好了 结果 你给我看一个数字 昨天外资啊 看到我们的疫情比较严重 他卖了445亿 我不知道这是真外资 还是有一些是 我们不管了 反正他就叫外资 那今年以来他总共卖了5413亿 去年卖了5393亿 109年卖了5393亿 去年卖了454541亿 今年到昨天为止卖超已经超过去年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个市场是全球最棒的市场 你有看过说全球最棒的市场 结果他不断的卖卖卖卖卖卖 那你觉得他这个钱他卖出去以后 全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表现的是最棒的 结果他是卖最多的 观众朋友们 那你认为呢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吗 我希望各位 你利用今天周末的时候 我也不用跟各位讲很多股票了 我跟我讲的是一个观念 如果说依照去年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去年整个获利的总和 已经超过前年跟大前年的总和 然后去年居然能够 怎么样 成长了百分之七十四点 你觉得有哪一个市场 那么大成长力道 我们却看到他不断的在卖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种逻辑的推荐 我今天也不用跟各位讲股票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你可以去看我昨天重播 我昨天就跟你讲很清楚 出现第三个往下跳功缺口 会反弹 然后我也必须跟我讲 你如果看一看美股也是一样 来来来 我给你看几张美股 因为我希望周末的时候 你还没有加入 我赶快加入 我该做了 我都做了 这道琼 其实全世界股市都一样 我希望各位 你能够多学一些技术分析 上次道琼为什么会反弹 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加差往上 这叫什么 这叫做 低挡背 这叫低挡背 好不好 股价创低又是黄金加差 叫低挡背 他是不是开始有做一个反弹 对不对 他反弹一波嘛 合理嘛 那我反弹一波以后 我这里一个小的一个底部形态 我可不可以来回撤 那我指标现在又落地 我能不能回撤完以后再这样找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合理吧 这叫纳斯达克 其实你仔细去看纳斯达克 你有没有 我们常在讲 要不要学波浪 要不要学波浪 我是觉得真的 还是学一些波浪理论 我跟你讲 你以应远远 有没有看到 他走一个什么浪行 已经有这种浪行出来 那所以当时他出现背离的时候 是不是开始有反弹 反弹要不要回撤一次颈线 要 你们现在很看坏的 其实这个浪行来讲的话 你波浪的浪行 是有走出这五浪的浪行出来 你再怎么五浪走完 你会做一个ABC的回档 一二三四五还会做ABC的反弹 这是很合理的嘛 对不对 你再来书算 以电子类股来讲 当时是不是也出现 股价创第二次 黄金加差往上 出现背离反弹 那出现了三个往下跳功缺口 他就酝酿反弹 所以你说今天会不会反弹 今天一定会反弹 我根本不用看昨天的美股 你们昨天应该有说像我节目吧 我讲得很清楚 当你看到二三列电子股 他出现第三个往下跳功缺口 二三列的电子指数 出现第三个缺口往下的时候 他就随时酝酿一个反弹 然后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也可以给各位看 其实我跟你讲 你慢慢做股票 你会发现一个不变的真理 除非全球的景气是大幅的衰退 那我不敢讲 全球的景气就一席之间 因为乌尔危机 因为这个缩表 anyway 整个整个 开始动荡不安 那开始要一个大回党 那可能大家比较保守一点 可是目前这个迹象来讲 我讲的是一个全球的地球村的观念 他资金是要做一个有效的出处的 你不可能说我们台湾的殖利率 是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你这段话你要看到 美国十年期的殖利率才2.5% 台股今年会落到4.5% 这是全球回报率最大的一个市场 然后去年它的表现 又是全球盈余增长最大的一个市场 你一个最大的市场 你却看到外资在这个 前年也好 去年也好 包含今年也好 在台股领了将近1.5兆 卖掉1.5兆 你觉得合理吗 当不合理的现象产生的时候 以后就会有暴力 我今天就跟各位讲观念就好了 因为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第一季那么难做 我有多少代表做 你们都很清楚 过完年后那时候的星星 智元 齐鸿 你都看过了 三月份的华通 你都看过了 我也不用在这边跟你讲说 我多厉害多厉害 我只是跟你讲 当你在市场上 所有的营收数字都出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proposal出来 有一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报告跟实际操作 他产生矛盾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最大的机会 那就是各位获利的机会来 观众朋友们 一样 因为我上礼拜有 我昨天已经拿这个推出了 我说也不用跟你讲什么 你扫描就对 你加入群主的 我跟你讲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这个是 对不对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甚至于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盘中 我都有 有一些news 我都有传达给各位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该做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不大希望各位 你每次看到的都是 盘后看我的节目 我从上个月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从三月开始 我要做跟人家的不一样 你只要扫描进来的 你加入我情绪的 不过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你要看得到 这个盘中直播的 你如果说加入我的 连你的通讯方式 我都没办法联络到你 你可能盘中这个直播 没有办法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一直 大家的一种互信 我都那么努力在做 我解盘也不是说 今天看到今天反弹 我跟你讲今天反弹 昨天跌三百多点 多危险 到今天我才听到有人讲 联电台积电出现第三个缺口 运量反弹 我昨天我盘中我就讲 我今天盘后也跟各位讲 也跟各位讲 二三列电子骨出现第三个 跳关缺口 他会反弹 你昨天看到那种行情 你基本上你不会认为说 今天应该要反弹 你甚至你昨天搞不好 你手上有股票 你还在想说 昨天美股会怎样 我可以跟你讲 昨天美股其实就是碰到颈线 出现背利以后 反弹上去 来到年线以后 回撤一下颈线 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且我必须讲 外资真的有点卖过头 因为我要拉回来讲一件事情 你或许会讲说 最近台湾还加上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因为疫情 可是疫情这种东西本身就是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你试想两年多了 真的真的两年多了 你有没有出过国 没有 真的没有出过国 那我问你 如果在对外要贸易的一个情况下 需不需要跟别个国家 有一些经贸往来 你会讲说去年 五月份的时候很紧张 我也成了那时候很紧张 只要出现 有多一点的这个病例数 我们就害怕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连第一季都没打 可是时至今日 除非你很铁齿 那没话讲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打到第三季 所以这一次就算说 我们看到 每个县市都有很多的案例 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 他都是几乎都是轻症 或者是没症状 你再试想一下 你如果看到每天的这个 为什么日本现在就完全就open 美国也完全open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你如果真正要轻到零 这社会成本太大了 我们的这个 你看到上海就是这样 中国大陆上海就 他就一定要把它轻到零 你知道那社会成本花了多大吗 现在的这个病毒其实它是跟之前比较起来讲的话 重症率是非常低的 你只要疫苗的覆盖率是够的 你就把它当作一场感冒 所以我昨天看到外资像大卖一个情况下 我只能笑一下 你去看看这些外资 尤其是你是美系外资 你看美国现在每天的病例数有多少 你们有没有也是跟着在那边在卖 所以我今天一开厂牌的时候 我在跟我讲说 你当然你一个主体阶段 它不可能是有利多 你如果利多去主体的话 我们多年来 我们学的技术分析根本就是错的 就是因为最近有非常多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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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反而要自己不断的去想 在学技术分析的过程里面 哪一次不是利空主体 那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说 你们不要只看技术分析 你连基本面你要了解 台股的基本面好不好 全世界number one 第一名的基本面 第一名的基本面 遇到了乌尔危机 遇到了这次缩表 遇到了台湾的疫情比较严重 三重的利空在主体 你觉得对你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够积极的投资股票 你会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它又是一次 这个财富重分配的开始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说今天我也不用跟各位讲太多股票 我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还没有加入我赖的 你就今天就把它加入进去 我说到我就做到 我说过了 对不对 我会给你看 我盘中甚至于直播我也有播 直播我有在播 然后有一些看法 我都有在做 我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 其实股市里面 绝对不是被吓怕的 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件 就像我昨天讲的 前天河谷来摘 融资一下多二十几亿 结果昨天全部又全部 融资又二十几亿又没了 我们所祈求的是稳定的获利 你再好的股票要经过修正完 假设他经过一二三四五波 修正完以后 未来要走ABC 或者是修正完以后要走一二三四五 的起涨坡 我们宁可我们少一点钱去做 但是我们做就非常的安心 而不是去扩张信用 扩张信用 我跟讲你那种心理的压力 就会非常的大你知道吗 所以怎么样能够做好股票 我们坚守一个原则就是 我只做强势股 我一定做月季好的股票 型态加的股票 法人就会爱 再三的跟各位强调 反复主体测试考验 唯有利空才能主体 你加入我的赖群主 安心放进 记得好好的扫描 盘中有任何的讯息 或者是 我觉得你们看不懂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都会直播给各位看 记得加入我的赖群主 敬广告 谢谢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实施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02852 5858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欢迎与利林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头部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头部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经验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头部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亚太国际頭部 超越巅峰 繁复的主题 这种测试的考验 这底才会越来的越扎实 我希望各位 你今天利用周末的时候 你好好去想 我跟各位讲的这些话 因为你有时候追求说什么 我要标股什么 你大盘直稳的时候 有很多好的个股 自然而然 他就会辅助台面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篇看完 我觉得财信谢社长 他做这个统计非常的好 台湾股市的生命力在哪 你不可能说一个 全世界最好的一个 股票投资的市场 结果你看到外资 是不断的这样子在卖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们今天已经 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市场 做投资 他们卖过头以后 我请问各位一下 他是不是日后还会买回来 这个值得各位去省私 对不对 去年整个全体上市会 净利总共是4.298兆 最高标了 在前年的时候台湾全体 还没超过两兆 对不对 同样的 你这也看得很清楚 在2020年的时候是2.46兆 对不对 已经是最佳成绩了 没有想到整个去年的4.298兆 等于是前两年的总和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 再加上他有那么高的一个 现金值利率的情况下 他是全球市场回报率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既然是一个全球回报率最大的一个市场 紧接着各位来看一下 对不对 你却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 109年卖了5000多亿 去年卖了4000多亿 今年到昨天我只卖了5400亿 你觉得合理吗 当然是不合理 尤其是昨天我看到卖400多亿 我是三条线 应该最担心 我觉得这同样的感受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们试问一下 以整个防疫来做的话 美国做的比较好 还是台湾做的比较好 虽然我们看到案例是增加的 我还是要竖起大拇指 我说台湾真的尽心尽力 你们如果有亲戚朋友在美国 你就很清楚了 他们早在几个月前 有得到COVID-19的 你基本上就在家里自己 也不用出门了 你自己就几天的时间 你好好的就静养了 他们都已经这样子的 我们还每天在疫调 结果看到我们案例比较多 结果昨天是外资卖最多 我真的不知道说 他们的标准在哪里 所以跟观众朋友 我才会讲说 我今天真的很 很诚恳的跟各位讲 你在第二季 我陆陆续续我要推出的 我知道现在外资一定对于半导体 记忆体的个股 它非常不看好 就是不看好 它才会先跌嘛 我们额后就是要买这些个股 还有车用是一个显学 电动车这个区块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推出好的股票 包含 马上就要面临到 大家最喜欢的 除息的忘记的 高线性质量的个股 我觉得今年会有一波 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上涨行情 所以观众朋友 反复逐底测试考验 唯有利空才能逐底 加入我的赖群组 安心放心 加入我的赖群组 我已经说过了 你看得到 来再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 我今天在盘中就有一些的看法 都有跟各位做说明 记得加入赖群组 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变成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个行情 基本上台股是最棒的一个股市 最棒的股市 就要留下最好的分析师 以及最棒的观众朋友们 加入我的赖群组 安心放心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先开个视频